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很多谢大家的踊跃的留言 所谓三个臭皮匠, 当一个诸葛亮 现在我有十几万个诸葛亮 帮我出主意, 和给建议给我 因为第一条片, 我说了我少母母脱落 突然脱落, 我要花十几万元 在香港做私家医院的手术 那条片, 现在有十三万人观看 十日之前的一条片 前日我拍了第二条片, 说我自己看我的保险 原来我买错了, 二十几年前我买了一些 所谓一零一的保险 供了二十几年, 我发觉完全对我自己 个人来说没什么帮助 那条片都要五万多人观看 特别多谢六百多个留言的网友 我差不多看完你们所有的留言 逐条逐条逐条看 就是因为这些六百多个网友的观点和视觉 让我看到了自己平时的盲点 就是自己做人的盲点 为什麽呢? 过去十几天我一直都在研究 香港的自愿衣保 因为我觉得我最失差就是 没有买到香港的自愿衣保 所以我自己一不过要给 十几年前的一张单 去送给大家看的 这张单也是我这一世人 买得最贵的一张单 大家看到吗? 是十三万八千元 是的, 一小时45分钟的手术 用了我十三万八千元 自己硬刮给的 因为是没有医疗保险的关系 我又研究了五间 香港最主流医疗保险提供的公司 网友又叫我 你应该找Bupa 专门做医疗保险 我都找了Bupa 所以现在六间公司 报价全部都给了我 不过我的 我看的价钱 由七百元到一千五百元 我现在这样的年纪 到了七十岁的时候 价钱是几乎的 即是最便宜的去到一千五元 最具那间普通的医疗保险 都要三千多元一个月的 由于有这么多网友留言 突破了我的盲点 我现在突破的盲点就是 我想一个月供千多元 到自然医保里面 还是给四十元 买医疗保? 真的呀 四十元都买到医疗保的 然后我发觉 原来我多给六十元 即一个月给一百元人民币 我终身都拿了退休金 哪里有这么大的 下一个隔铁锤街票 现在去片 其实金钱和健康 是我们这些退休人士的两大支柱 这里讲的金钱 我觉得是摩扎人积蓄的 最好的方式是自制常良 即是每个月都被动的收入派给我 因为我自己都试过 我要咬老板的话 其实我是不想这样做的 因为我会很稀释地去花钱 我觉得会坐食山崩的 如果我可以自制常良 即是每个月固定的收入 每个月派给我 那就非常好 即是我可以一路吃下去 这个就是 退休生活的其中很重要的东西 另一个就是 所谓的健康 其实是医疗 因为呢 其实我和我的 扣母 在谈谈 我说 为什么你不回大陆 因为她的扣父过了身 我去美国的扣母 她说没有医疗保险 因为她的医疗保险在美国 因为她移民了去美国多年 其实医疗 我想上了年纪 大家最关心的东西 看了这么多保险 其实我一直 看了这十多天 我一直都在看香港的医疗保 即是香港的志愿医保 结果呢 其实那些留言都非常有见书 我去读些给大家听 很多人都说 不需要买Amy Chang 因为到最后你会断工 为什么呢 其实现在我们买医疗保 就不是太贵 我现在这样的年纪 就差不多一千多元 一个月 买CEO的 plan 不过到了七十岁 是三千多 到了八十多岁 是说六千多元 一个月 幸好你没有病的时候 那六千多元是倒入海 因为你没有得取回的 所以特别是上了年纪那些 老人家 对于每个月的 spending 会看得很紧 即是我赚钱的时候 一个月花几千元 没问题 我没有赚钱的时候 我过个月要给几千元 保险公司的时候 我就很concern Amy就说 到你有大病的时候 你可能已经没有了工作能力 更坏的情况是 你已经躺在病场那里 忘记了工作 或者不知道是怎样claim 这个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其实 很多人都说 有另外一个 Jimmy就说 那个人认为 如果你是一个 有储蓄习惯的人 就不需要买任何保险 因为他就说 你不如用自己的储蓄 去付医疗费 很多留言 但很多人都说 101的保险是没有用的 自己都买了101的保险 保险公司 抽了很多百分比 当是agent sales的commission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就说 用combo 用煲胎的basic plan 加上bupa的heal rule plan excess可能会便宜些 然后 我罗这里做很多留言 都看不光 另外一个善意的提醒 就是没有加背景的音乐 我不会加的了 他说 大家只想听你言之有物的 优责的内容 多谢Brian Sunney 的留言 我也想做多一些 有言之有物的干货 给大家有用的 所以这次这个 真是干货来的 希望大家真是有用的 听完之后 然后 User OC 说 真的买保险是找病的 给钱人用 身体有事 保险会赔 亲身经历 买就病 全部保险公司就上市 他们不是善堂 是的 他的意思 也有很多人勸我 没有买香港的 资源衣服 因为 你买的时候 他当你是神禁拜 你要加钱 那时 我自己就没试过 这样的案子 有些人就说 很难加到 或者加不足 有些东西 或者自己的保险经济 都走了 变成孤儿丹 没有人理他 那样东西 然后 我觉得 对我来说 最有用的 都成十几个人建议我 叫我看一下大湾区的医保 大湾区就有很多城市 我自己看 当然是深圳 因为深圳令我最勤 我们去深圳最方便 于是乎 对比一下 深圳的医疗 和香港的医疗 我才发觉 制得过 我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我的盲点 我想都没有想过 在深圳买医保 医疗保 而代替了香港的 这些很贵的 资源医保 现在始终是大湾区融合了 我现在就开始 比较一下 香港的医疗资源 和深圳的医疗资源 大家就明白 为什么你去深圳 不想 除了吃东西 喝茶 Shopping 之外 你可以考虑 用深圳的医疗资源 因为大家 现在融为一体 一小时生活圈 深圳 现在就有151间医院 有6000个病床 私家诊所有3000间 每一千人来说 深圳市政府的估计 每一千人 他现在常住人口 是1766万人 2022年 深圳市每一千人口的病床 是3.72张 每一千人的卫生工作人员 即是姑娘加上医生 就是8个人 每一千人的质业的医生 就是2.67人 相比香港 香港 深圳有成 政府医院 深圳有151家医院 深圳的人口 是香港的2倍多 上住人口 香港的现在 政府公立医院 是43间医院 有3万座病床 另外11间私家医院 有5000病床 注册的医生是13000人 每一千人的病床数目 是5.6 看上去是比深圳高 不过你看看医院的数目 是比深圳少 香港也有43间医院 深圳是151间医院 所以其实我们去到深圳的时候 发觉是排队的情况 没有香港那么严重 最简单的例子 其实我刚刚去了深圳 这一间 看了这个牙科 叫做太拜博康 拜康好康中心 看牙科 这个就是上个月的事 上个月我在深圳 跟朋友吃鸡煲的时候 太心急 我咬鸡的时候 一咬就咬崩了牙科 但这些 大家上了年纪都要小心 因为可能年纪大了 我的骨会脆一些 钙质不够 我真是一大力咬 我的眼睛就崩了 那我就打回来香港 我的医院 私家诊所 这个医院 我一定排不了 因为大家知道 很多老友记 是半夜两点 去拿政府医院牙医的囚 我觉得我 我没理由去欠这些资源 那我就打给Richard 就是我另外一个 相熟的医生 牙科医生 他跟我说 现在订阅的话 就要三个星期 要扔到三个星期之后 姑娘才说 有位给我 那我想一下 不如我在深圳看算 深圳呢 我就去了这间博康 康博 这个叫做太康拜博好康中心 就是看了这个 这个应该是私家诊所来的 环境相当美 马上有得看 马上见到医生 照CT不用付钱 香港那次CT收获350元 在深圳照CT 和我在台湾一样的 不用收钱的 其实我在两岸三地 我现在发觉 我都是有很丰富的 医疗的经验 可以分享给大家 因为我在台湾住了三年 我是有健保卡 我是常在台湾看牙医的 那我迟些再拍一条片 分享在台湾 和在深圳 和在香港 看医生有什么分别 或者那个健保的制度 有什么分别 那今次集中讲深圳 那你去了这间太康的话 那就 太康拜博好康 这个名字 那我去了这间私家诊所 就立即有得见医生 那他报价钱给我 就说他用这个瓷面 去补这个面头的牙 他做多些功夫 因为他还要打磨那些 是700元人仔 是 他跟着问我用什么保险 就是社保 深圳叫社保 深圳的社保 就是 其中一样就是医疗保 社保是包了医疗保的 OK 我就说没有了 如果没有社保的话 保牙加上打磨这个树枝 这个是面头的牙 就是700元人民币 那我立即做了 因为这个是立即做到的 所以其实深圳有个好处就是 他医院多 他私家诊所和公立医院都多 基本上你是立即去到 立即有得做的 那这个事情时间都挺重要的 因为你知道 你香港其实私家医院 很多时候我是买回的时间 今次我在私家医院 立即有得做 我就给了13万8千元 政府院用我牌 牌一个星期 刚刚新鲜滚热 八个小时之前 有个叫Roger的网民 就留了言给我 他就说 士光师说过 视网膜脱落 要48个小时之内进行手术 否则血管缺乏 养分就会坏死 即使做手术 都会 只会防止再跌落 视力损失 无法挽回 有个世白 就是因为省钱 就等政府医院做 但隔了一个星期 结果有部分的视力是没有了的 他现在说 视网膜手术 香港私家医院做十几晚 有经济能力 一定要找私家医生立即做 这件事 我觉得 我都算做了正确的决定 我是没有等 因为等的话 我只有一部分 没有了的话 我觉得 钱是买不到的 所以我说回 买回的时间 都挺重要的 深圳由于 我刚才说了 深圳现在 私家诊所有3000间 政府的医院有151间 相比香港就多很多 我刚才说了 香港现在 政府也有43间 还有10间的私家医院 始终是 相比深圳少很多 所以我去深圳的话 其实是立刻可以做到 补牙的手术 当时我都没有想过 社保 我们香港不在吗 我偶爾上来补一次牙 几百元就算了 当不幸 当我给了700元 价钱的鸡煲 然后呢 今次 我觉得 真是采用司马衣之非福 因为今次 我突然间有些眼疾出现 突然间要去政府医院求医 他就要我等一个星期 我就没有办法 我立刻去了私家医院 做了我将近14万元 所以我现在在家 养病期间 我就可以拍片 分享给大家 又有这么多军师 有六百多个留言给我 就是补了我很多盲点 很多网友都建议我 就买深圳的社保 即是医疗保 还有呢 还有一个就是大陆的养老退休金 这两个分开说 这个是2020年呢 才开放给香港人购买的 大湾区的一个计划来的 这个社保的医疗保 每个月是给40元人民币 每一年就是480元人民币 不过你可以报销 九成的香港 深圳指定医院的医疗费用 不过先决条件呢 你要办一张深圳的居住卡 是的 居住证的 即是去深圳办的 详细那些呢 我想网上很多人都会教你了 详细那些呢 我就不用在这里讲过工略 因为我都打算办 这个深圳的居留卡 那我办了之后 再和大家分享 我有实践的经验之后 之后呢 是因为我看这个社保的时候呢 然后同时呢 它就淡了多样东西出来给我看 就是我自己很喜欢 极之喜欢 我甚至觉得找到保的一样东西 就叫做深圳的养老退休金 养老退休金呢 如果你超过60岁 真是没意思了 你没得买了 真是sorry 这个养老退休金 必须是你60岁之前申请的 即是现在呢 我就买到的 因为我现在55岁 我就买到这个养老退休金 每个月缴的费用呢 就可以选择四个Tier 四个级别的 60元人民币 100元、120元和150元 工满15年 即是你交15年的年费 月费之后呢 它每一年收钱的 虽然计法是一个月的计法 每一个月呢 你就去拿到460元人仔 至到1000元人仔 那么就去 拿到你8年之后都可以的 你一直 你如果去到100岁 你都可以继续拿的 那其实呢 计一计条数下 最便宜的plan 60元人民币一个月那个 你工15年 你总共去给政府 10800元 其实你23个月就回了本了 23个月回本是什么意思呢 两年 你60岁开始拿 62岁 打后呢 即63岁那天呢 你已经在赚了 63岁你正常年龄 香港的女士去到88 男士去到83 你都有25年赚 正赚的 政府每个月派钱给你的 那这个plan 这个plan 是不是很正的 最贵的plan 15年呢 就是我说就工一个月 现在你就工人民币 150元人仔 每个月工 那你15年呢 总共工27000元给政府 你要多少 27个月之后呢 你都回本的 都是around 2年 鬆一些就回本的了 总之呢 你超过62岁 63岁你开始赚钱的了 你赚到你80多 90多 都过个月政府派钱给你的 那最多那个呢 就是一个月下 拿到1000元人仔 你说多 不是说很多 不过我觉得 对于老人家来说 有些喝茶钱也好 你每个月给1000元给我 我去深圳 去三母shopping 500元 然后我喝茶 喝两三百元 买菜 买鸡 买鸡 想想都挺爽的 是不是 你这个是长派的 你这个呢 其实呢 更好过香港的年金 我稍后和大家分析 为何是这样说的 OK 这个是拿足一世的 还有你的投资額太小了 就是 说的是 你如果最便宜的plan 你总共15年 给1万元 1万年800元给政府 而且你最贵的plan 你是全部15年 总共27000元给政府 他一个月派1000元给你 派到你死为止 那你越长数越做数的了 因为你63岁打后 你都赚的了 那他就说 是拿足一世 我都相信 因为你政府的plan 不是私人机构 而且每年和通货膨胀 是挂勾的 就是现在是给1000元 那可能你过多10年 20年之后 他可能会给1500元 或者1200元 给你跟回那个通胀 那如果像我这样的情况 55岁的话 我不是要工15年 就是70岁才拿到 错了 我60岁都拿到 为什么呢 我工作5年之后 我去等交 等交 大陆叫做等交 就是浓等的等 就是一筆个给他 毫给他 我60岁之前 他一筆个交了15年的 这个 他类似公积金 或者退佣金的这个费用 那到了60岁开始 我就可以拿 深圳政府派给我 退佣金 是的 那我就觉得性价比也好 或者设计也好 都好 都好过香港的 现在你的NPF 或者是 香港政府的 政府年金 为什么呢 NPF 就是你一直在工 你知道NPF的表现 都很 很疯狂的 不是每次 每年都赚钱的 年金那里 年金那里 其实你和他斗命长 为什么呢 因为本金你收不回 你供了70万年金 你一个月下 如果我过了60 60岁到65岁 一个月下7千元 那你如果是70岁死了 你是亏的 如果你80多岁死了 就划算了 你90多岁才赚他钱 你和他斗长命的 那你那100万是拿不回 就是和逆向按揭一样 你曾留给政府之后 你每个月收钱 你曾留将来死了 是政府的 那怎么说呢 这个都有一些 人是有些concern的 就是觉得 啊 始终我是在吃老本 就是我最后 我的钱是没了 那现在 深圳这个退休金呢 我就觉得就是very good 因为性格比很高 就是所谓的 烧我享受 不过是借渣的 这个价钱 它两个都是的 无论是现在 给香港人买这个医疗保 深圳这个医疗保 社保 就是40元人仔一个月 或者是现在供这个退休的保 退休金 最便宜的是60元 最贵的是150元 其实真的是 香港两送饭饭的价钱 你现在40元在香港 你吃到一个两送饭 那次你一个月都供到了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你就不需要断工 因为为什么呢 我刚才说了 你是交十五年而已 你自愿医保那些 你一直都要供下去 你没有病 你每个月都要 说都没有听 赌钱落海 你每个月都要供下去 如果你的财政状况很棒 我想你有一千万 或者二千万的 cash flow 那就没问题 如果你的财政状况很紧慎 或者你是很谨慎理财的那些 你是七十岁的时候 每个月要你交三千五百元 八十岁的时候 要你交七千元 给保险公司 你跟他对赌 你健康的话 你是虚给他的 因为你赌入海 你拿不回钱 那时候你可能的想法 就会不一样 现在你可能想 哎呀我买个保险而已 不保险就更好 证明我健康 不过如果你是没有收入 到了七十岁八十岁 过个月要你给几千 给一间私人的商营机构 你的心态会不一样的 你放心 因为我是想得比较前些 不过 身份政府的就不同了 身份政府的就不一样 你不用供到你老死的 因为他供十五年而已 你现在开始供 你总之六十岁之前 你交了十五年的保费的话 你过个月就派钱给你了 你不需要供的了 你窮到窮到 他都会继续派钱给你的 这个是very good 性价比很高的一个plan 虽然这个钱 就够你喝茶而已 因为一千元人仔 即使他将来加价 我觉得都很难令你 survive 到 不过叫做有个喝茶钱 然后深圳那个医疗保 我觉得性价比都是很高 因为你只给四十元人仔 我不会断供 因为我的留言里面 我六百多个留言里面 很多去到七十岁的老人家 最后是断供了 另外一个案子 他跟我说 他是工作医保 他那个年代没有治愈医保 然后他病了两次之后 保险公司狂加loading 这个你要有心理准备 现在健健康的时候 我现在这个年纪工 就是一千五百元一个月 不保证我到了七十岁 那时我又有长期病三高 心血管的病中风 或者touch root 可能有cancer那些 他一直加我的loading 可能我到时候 我不是三千五百元 他加到我七千元八千元 他才帮我逐保 那怎样呢 你欲在真板上 你每个月 会不会将七千元交给一间商业机构 你自己想吧 我觉得深圳那些 四十元就不会断補 因为四十元真的是 梁送饭的价钱 你是有个保障 他是cancer到九成的 深圳指定的医院 包括三家医院 三家医院就是最美的医院 的医疗费用 至于私领那些 我未看得那么仔细 香港的私领 你可以cancer的最多的钱 去到一千万或者一千二百万 不过你的cost会很高 你每个月给的钱会很高 那这个就是 如果你是六十岁以下 恭喜你 看到这条片 你记得在六十岁 周税满生日之前 记得去研究一下 这个养老的退休金 即是深圳大湾区 这个退休金 是的 社保这里就是anytime都可以买的 就是医疗部这个 当然如果你是在深圳 或者在大湾区居住 我想你的经验会更多 比我 如何申请那张居留卡 居留证 居住证 我连不穿那张名字都说不清楚 然后还有这个社保 是的 还有在深圳看医院 或者在珠海 或者中山看医院 有些什么实践的经验 so far我看过一次 我觉得very good 第一不用我排队 第二个医生的服务 是相当好的 还有用那些材料是3M的 是吧 这是名牌子来的 我都挺有信心 3M的材料应该可以 就收了我700元 不过他跟我说 如果我有社保 我cam到9成 因为我真的很少去深圳看医生 那次是因为突然间崩了 我才去看医生 那我现在看着 如果我供了40元 我一次过可以cam到 cam到 我牙医都cam到的 我cam到这个9成回来 我便赚了 40元对我来说 真是香港来说 真是一个两送饭的价钱 是的 可能大家多些实践的经验 包括那个退休金 就是我刚才说的 公六十元 你将来每一个月 可以拿回四百六十元 最多可以拿回一千元 在政府那里 这个退休金 有没有人试过呢 有没有人拿到呢 可以分享给大家听呢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这个研究呢 我相信对很多香港人 都有帮助的 因为这些是属于福利 OK 现在大湾区的福利 你不享受 就是自己笨 那我就觉得 既然有政府 有这么好的福利 就应该是享受的 那至于商业决定 因为呢 燃缩公司是商业机构 它不是善堂 它要赚钱的 商业决定 你如果 譬如说你财阵比较富裕 我真的觉得 你都可以买多一份医疗 我现在都研究医疗 就是有没有一份 很划买的医疗 不过我要看长线 我到了70岁 我会不会断工 到了80岁 我会不会断工呢 是的 我一定要考虑这件事 我就不会 好像小时候 二十多岁 我买的那份1011 完全没有想过 我到了50岁 可能我二十多岁 我想着我没有那么长命 老实实 我二十多岁 我没有想着自己五十多岁 年轻的时候 我常觉得 计划都很短的 我常觉得自己很快就会死 所以 现在就不同了 你开始计划都长一点 我会计划到 我80岁的时候 或者甚至90岁的时候 我会否写得 一个月给七千元八千元 或者一万元给保险公司 给一间商严议机构 就要想清楚了 不过给政府这个 我就觉得很好的 我愿意一路给你40元 你一个月 一个两宋饭价钱 他又不会 老实实 他又不会找你笨的 政府 我觉得这个是福利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多些 特别实践的经验给我 给多些网友知道 大家研究一下 多些交流资讯 在这个平台上 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你有经验的分享 或是有问题的 都可以在这里提出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祝大家身体健康 好啊